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這個中間有很多的愛在裡面 讓我們習悟命 讓我們了解 其實我們過去是有很多的浪費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有很多的環保菩薩 因為他們的付出 讓我們可以回收很多的資源 那在華德師兄、景明師兄他們的策劃之下 讓這些物資又可以美美的呈現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從這裡可以領會到很多的精神 我們其實要自足感恩 那對於我們所擁有的 要非常的感恩 同時能夠盡我們的力量去幫助別人 那這些大愛感恩的產品 也是隨著實際人的腳步 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 把我們的愛傳播到需要的地方 今天第一次來這裡參觀 覺得雖然天氣很冷 但在這裡覺得非常的溫暖 人間有愛